好 霍奇王其實本身也算是導演 也是周遊獵虎 相當資深 最後是去 最近是去哪個地方 我二月的時候到菲律賓 菲律賓 對 聽說去年來到一個 大家很想去 但不容易去的地方 冰島是不是 對 我去冰島環島 超想去的 去看極光嗎 天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直播畫面 來 好美喔 所以我自己開車 來這邊多好 去什麼鬼屋 對啊 我在車環島 反差太多了吧 結果這間碰到林茵先生 而且冰島很多 它是每一次 今天每五分鐘 它的景都不一樣 前五分鐘就不一樣 這是在幹嘛 還慢動作這個 這是在幹嘛 請問這是什麼 你們是直播界的F4 這是Hand Over 2嗎 還是3之類的 因為我就邊拍邊玩這樣 對 所以我都會在 外景的時候 或是自己去玩的時候 就拍一些視頻 然後回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地方有什麼好玩的 對 對 那這次我挑戰就是那個 零度的 零度以下的冰水 然後手放下去10秒 爬 那整個都是凍僵的 這是一種懲罰嗎 沒有 我們在 在土婆 就是一個體驗是不是 對 所以庫其王應該算YouTuber吧 對 在做短視頻 對 做短視頻 這國家好乾淨喔 超美 而且空氣很好 它這個地方長得超像外星 外星球的 就是那個氣氛就是很特別 對 它有這個地方 這邊是當地原住民是嗎 對 這是太空漫步的概念 太空漫步 為什麼要特別拍它 很適合 然後我帶滑板去玩 滑板喔 這不是那個電影 對 而且就是冒冒險 對 反正冒冒險 我就是看這部片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呈現 然後就拍一樣的畫面 好棒喔 很多人羨慕你的生活 對 羨慕你的經歷 太開心了 直播這個多好啊 對啊 我們手上有直播啊 是另外一個自己 真的喔 真的 太令人嚮往 真的 所以直播就是這樣 我們不能去 他們帶著我們 跟直播帶著我們 我們去體驗這個國家 對 好開心喔 這什麼 這是 它有一個沙灘 它有一個 飛機 飛機的是 兔頭可以去 這是什麼 這是飛機是不是 對 這段很特別 這段是我第一次看到極光的時候 吃掉半夜 好 來喔 而且毫無準備 真的極光 對 你看極光它會 它會一直變 變換 它會一直動 很像跳舞一樣 然後你看它的顏色 它其實不是只有綠色 它有黃色 綠色跟紅色 這看到很感動吧 對 因為我去的那天 剛好是極光大爆發的那一天 所以真的就是 對 就是 我就覺得人生就是應該這樣子 這是不是你這輩子 看過最美的生活 對 對不對 我兩個朋友去 太難忘了 他們覺得極光能看到真的是 此生無憾 人生最幸運的事情 對 太棒了 你看那個 那個 老外沒有多正 好 離題而已 離題而已 對 看到哪去了 所以今天四位呢 就要在 今天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分享他 在外地直播的經歷 我剛剛看完這些影片 我只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外面這地方哪有訊號 怎麼直播啊 尤其是剛剛還來到 那個是冰島是不是 對 酷提王大冰島 那應該不是直播了吧 對 我們是先把它拍下來 然後回來再做一個短視頻 是 讓大家看我們去玩這樣子 因為那個訊號真的太爛了 太爛了 對 那如果真的碰到訊號很爛 有辦法克服嗎 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嗎 通常我們在國外旅行的時候 我們訊號比較好 都是比較接近城市的地方 是 對 那我們可能隨時會 攜帶那個移動的包 可是有時候效果並沒有到很好 那好像我們都要去了 那我們都會先把它拍下來 然後再用其他形式來做一個 再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類似就是那個後製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都會來吃